中美元首会面在职 正当外界都高度关注两国关系会不会解冻 但是要做到真正友好 双方就必须能够多沟通和互相了解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 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就提出他的想法 他认为识中文的美国领导层人物不够多 四百人 哪里是斯蒂夫欧伦斯 我问是否有任何训练 中国人到美国的领导 我认为中国人到美国的领导 或者是中国人到美国的领导 我的答案是我疑得 史蒂夫欧伦斯认为 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不多 他对这样的情况表示担忧 并且说要真正了解中国 就要多听多看 他又以自己为例 每天早上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史蒂夫欧伦斯的见解亦反映到 美国如果确实要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未来培养领导决策层的时候 就要加强对中文学习的培训 才能够真正去理解中国